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姑 欢迎收看阿姑TV 今天是冬至 那么先祝大家冬至快乐 那么冬至应该要吃什么呢 那么就是汤圆 做汤圆是很简单的 你只需要那个糯米粉 还有水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是色素跟味道而已 那么今天我们桌上有这么多材料 我们就尝试用这些材料 去试试看做汤圆吧 我也是第一次做 然后我们就试试看吧 OK 我们开始做啦 我们是一大型的来做汤圆圆 来试一下 所以 最近要多少 随便拿 最好是用温水 好 你在做之前有洗手啊? 有啊 OK,所以我们基本的汤圆面团就做好了 只是分开加你们喜欢加的味道就可以了 那么第一个我们就会先用 米肉 还是麦肉 随便你们怎样叫啦 人都傻了 不把劲 万一 领尽 一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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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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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哈 在我们搓之前 我们先把 那个 木薯粉放在盘上面 木薯的头啊 糯米粉 嗯 好 那么我先把一些糯米粉撒在盘上面 这就是为了让那个 汤圆不会黏着它都完 这就是搓好的汤圆 我们拿去煮吧 水滚了 我们下汤圆吧 把汤圆煮熟 OK 汤圆煮起来了 这样就代表它熟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捞起来吧 放冰水 这样就比较有 弹性啊 吃起来 Q弹 Q弹 所以刚才我们在准备汤圆的关键中呢 我就已经准备了它的糖水 所以里面的材料只是有老酱 啊 斑蛋液 还有那个冰糖 就这样给它 糖分水啊 喜欢糖的就放多一点咯 不喜欢的就直接调了 OK 我们的糖原做好了 麦香看起来还不错吧 哦 那么我们再试试吧 那么吃到什么是什么 还有干不出是什么 好像是有任何味道 这个肯定是白香果 因为只是吃到它的那个种子 白香果还不够 这个可以吃了 吃到什么呢 这个白香果可以吃到 对 白香果就一较不够 麦香果可能会放太深 所以没有味道 好像不够 只是吃到它酸味 其实全部味道我就觉得放它不够 味道都放不够 你就是有麦的味 你吃到什么味道吗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里为止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留言 分享留言并且分享 可以吗 对 谢谢大家 那么 总之快乐 好 这样啦